死不了,这不要出事了,L.A.P 这狐狸在干嘛呀 这狐狸就玩的,但凡是个人一个都死不了 就芒层交了两段位移,你卡丽莎交一段位移你就能追上他,凭什么 小炮来了,芒层没有W,好像死了,小炮6级,直接一套技能放的还不错 其实这俩队的实力我觉得是有差距的 我跟电棍关系挺好的,他不会因为这件事骂我的 就今天炮和他们输了,我今天打完比赛我去找万坤 我说坤三过杀,坤说来赢,来杀赢 硬 Q完就死了,这大树刚才我感觉他不会断啊 完了,那这全死完了,这GG全死完了 我要说他这波,我要说玉米麻500绝对没用,他刚才绝对死不了 就他500赏金绝对没用,他刚才绝对死不了 相亲相爱不对了,兄弟们,他们今天打完不会哦 叫什么来着,自相残杀嘛 哎,相亲相爱的那个反义词是什么啊兄弟们 恩断一绝吗 感觉恩断一绝有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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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自相残杀也没道理,恩断一绝感觉有点那个 就有点那味儿的 这边踢出来,雷红娜直接给大招 这回命他,你没有雷红娜,没有那个凯撒大了,你别急 这边小炮跳去吧,狐狸闪打出来,正面团开始打 P0号要死了,P0交产拉开,盲层一脚踢完小炮 命他已经被鲁斯点死了,这边坎萨怎么办,坎萨被勾坎萨直接死 这边直接进去,祝募,祝募也到,让我们恭喜季季 哎,真得用,真得用兄弟们 谢谢老板,谢谢,看看这后续还不要打了,应该不打,应该退了直接 想留人,雷红娜一个大放的很一般,这本话应该捆不到其他人了 后续口灯二个盲层,小微跳开始打P0,大树已经死了 命他这边怎么办,坎萨没有大,坎萨也要死,这样的话 这坎萨怎么活呀兄弟,这边被魅惑下来直接死 小炮这边还要打,被打不下来也要死 这边奎杠亭应该也走不了,有大有什么用呢 也死,被波比哥QQQ死之后 对面拿了大龙,还要再送一波,我给你们暂停 我给你们把声音关了,我给你们说一下为什么 LVP这个队,他们这个体系,我看了好多把 他们这个体系,他们的阵型只有一个,你们知道啥吗 就是要不上面一个前排,要不下面一个前排,然后两个C位在中间 就你们看过橄榄球没有,就是把C位包在中间 就俩四分位,把这四分位包在中间,你知道不 就是我不知道他们在干嘛 就一个在,就一个在上面,一个在下面,一个在左侧 就非常的,就我说的非常的吻合,你们知道不 就是,永远都站成一坨,就站成一坨,你们知道不 就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是前排顶在前面 就,所以在他们选出这套体系的时候 如果对线不把对面打崩,我觉得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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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赢不了 他们这团战,我只能用俩字兄弟们,一坨 如果你要用回,要用三个字来形容的,一大坨 就你们可以,就是如果没事的话,你们可以看一下他们的回放 他们的比赛,或者哪怕训练赛的回放 你看他们这个,就他们这套阵容 就他们这种阵容打团,是不是站成一坨 永远是一堆人,几层一坨,巨好笑,那个画面 一大坨 这边直接开,这边麻辣香锅被开,直接被秒 太脆了,现在大叔 这边维鲁斯,直接点死卡里斯塔 这边小微笑也没用,被盲层一脚踢下来之后 这边是,没有交人闪,怎么是要进去把他 卧槽,真狠啊兄弟,这不要拿 直接进去,把小微笑处理掉 Zoom这边,大招背回来P-0,把P-0搞死之后 然后呢 有啥用啊兄弟,你真顶不住吧 这命他指定去,命他选择站着死,坤 坤需要站着死,今天晚上三国沙等你坤 今晚三国沙等你坤,不见不散 好,这下车 好,快点 好,快点